星馬可中學主辯秦希同 一副洪曉俊 二副梁卓銘 劫辯林詩琦 華英中學主辯王文熙 一副鄭曼氏 二副梁耀祖 劫辯尖子元 好 沒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比賽 講一下計時方法 本人將會用手機計時 叮那一下大家都知道 網賽基本上都會掩蓋了一把聲音 我會用人肉補叮一聲 舉起一隻手指 請大家自行留意 大會是否接受你看不到 聽不清這些作為豁免扣分的理由 好 現在有請正方主辯 你有四分鐘時間 三分鐘的時間 三分半鐘的時候 本人會舉起手指和叮一項事件 好 請正方主辯 是米 是米 好 非常清楚 可以開始 好 請 主席 評判 座座 各位 大家好 以往在自由貿易下 咖啡市場由四大咖啡收購商壟斷 落後國家的咖啡農民 以價能力低 嚴重被壓價 而1988年 咖啡豆公佈於求 價格暴跌 因而出現公平無力的咖啡 計畫下 農民衰組成 合作社運作 並有兩大特點 一 為兩大咖啡豆 阿拉比卡豆和羅布斯塔豆設最低收購價 確保價格高於一定水平 二 要求收購商額外為每磅咖啡豆支付0.2美元 作社區發展金 改善基礎建設 而變態中的有效扶貧 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要在2030年內 為窮人提供經濟上最低的保障機制 訂立一條保障線 並享有平等的經濟之餘 要衡量變態成立與否 就要上市公平無力的咖啡 能否穩定農民收入 以及改善基礎建設 提升生產力 我方政立變態 原因有二 第一 撤最低收購價 提升農民收入 咖啡農民收入低 主因有二 一 咖啡商額價 社會主義行動組織指出 07年埃塞羅比亞的咖啡豆 由每磅1.4美元被額價至0.004美元 每年損失8.2億 而咖啡豆投機行為增加 以及橙貴盛開 咖啡豆公佈欲求 令價格暴跌 正如13年 哥倫比亞咖啡豆供應大增 令阿拉比卡豆價格 由12年每磅1.7美元 跌至13年的1.1美元 導致虧線 而公平為的咖啡為咖啡豆設最低收購價 以阿拉比卡豆為例 每磅必須高於1.4美元 避免押價或價格暴跌而虧視 符合聯合國設立最低保障機制的扶貧標準 正如07年 老磅農民Suitz 參加公平留意咖啡客 就沒有座備押價 收入提升一倍 而價格暴跌上 根據格林威治大學的數據 基於1.4美元最低收購價 面對剛才提及13年價格暴跌時 公平貿易咖啡豆的售價 是比普通咖啡豆高出三成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的數據 更加指出1988年至2019年 有22年間 足足14年 價格暴跌時 最低收購價 是高於市價的 可見 最低收購價 有了扶貧 連格林威治大學16年的數據都顯示 在坦桑尼亞公平留意咖啡的農民收入比普通農民高出1.2倍 有了扶貧 反問右方 無公平留意咖啡 農民要額色14年的價格暴跌 是不是你樂見呢 第二 改善基礎建設 社區持續發展 現時 咖啡農民基礎建設不足 公平留意咖啡下 收購商需額落為每磅咖啡豆支付0.2美元 作社區發展金 而改善基礎建設 提升生產力 正如社會心理學家Maria Eugenia 2008年的報告也指出 尼瓜拉瓜的咖啡農民以社區發展金興建學校 導致公平留意咖啡的農民家庭當中 小朋友達中學教育水平的比率高達8.4 比沒有參與的5.3高 有了向上流動 又例如公平留意基金會指出 13年哥斯達尼加的咖啡農民以社區發展金 改善農業設備 咖啡產量 除了職由每公頃25代 升至60代 有了扶貧 反問右方 是否更高的教育水平生產力 反而無效扶貧呢 多謝各位 三分五十五秒 接下來輪到反方主題 反方主題 好 清楚的 可以開始 可以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其實對比起傳統咖啡 公平貿易咖啡是確實能夠提供一個最低的保障給農夫 所以我方無意去反對這個事實 但是今天辯提重點之眼是什麼 是有助扶貧 如果我們今天的政府向路足者一次性派發一百元 然後跟你說這個是我給你的最低保障 大家都不會覺得這一樣是有助扶貧 而要論證公平貿易咖啡能夠有效扶貧的話 就要解釋到這個貿易方式是可以確保一班 來自低收入國家的貧窮咖啡農民 有足夠的收入去改善整個生活質素 並且可以以這種貿易方式持續地發展 長遠地令到這些農民擁有獨立的經濟能力 而我方今天是反對面提 原因有兩個 第一 公平貿易缺乏針對性 不能夠輔助一些真正貧窮的咖啡農夫 根據諾斯會的公平貿易手冊 組織是不會接受個人的申請的 換言之 公平貿易只能接受兩種申請 第一 就是農場 第二 就是等多個獨立農夫自己組成一個合作社 但是我們看回現時全球有六成的農夫 都是一些擁有少於五公頃土地的小型農夫 這次問 有多少個身處在落後國家的農夫 在缺乏運輸和通訊基建的情況下 有能力組織合作者 並且可以主動提交申請呢 所以事實上 這個制度是在忽視絕大部分貧窮的獨立農夫 根據世界銀行2019年的統計 全球是有1.25億的咖啡農民 而當中更加有550萬人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之下 但是組織自己都說了 他們只是幫到150萬個咖啡業工作者 只是幫到全球四分之一的貧窮咖啡農 更甚至是世界銀行港全球六成的貧窮咖啡農 身處在東非 但是每一年通過認證的公平貿易咖啡 有五成六是來自於相對富裕的拉丁尼咒 即是說最有延避之急 最需要優先幫助的農夫 反而是幫得最少的那一批 由此可見公平貿易本身的申請手續 不僅會將一些獨立小農拒諸門外 更加會造成資源錯配的問題 幫不了一些最有需要改善生活的貧窮農夫 令到扶貧剩下大打折扣 第二,公平貿易收取成本過高 農民的生活水平不能夠得到真正的改善 雖然沒錯,每磅的咖啡豆 是會以1.4美元去回收 是會多了0.4美元 但是原來這筆錢不是直接給農民的 因為途中是會經過了重重的關卡 首先組織自己都會收回3000美元的認證費 之後筆錢是會給了農場或者合作者 而根據公平貿易手冊 農場或者合作者是有義務 要去給一個合理的收入保障 並且好像有方跟我說 是要投放一定金額去社區發展 當然這件事原意是好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實際成效極低 首先什麼才是合理保障 沒有一個明確的指示 其次我們看回法國至乎2015年的報告 接近七成的農場和合作者 是沒有做這些投資 沒有放錢到這些社區的基建 其次農場的財務狀況已經不是完全透明 我們很難去監察到底有沒有扶貧 至於合作者有不少的農夫都表示 不清楚什麼是社區發展 所以大家寧願是會儲存那筆錢 不會做一些實際的用途 難怪就連早些自己在2015年也說 平均每一位咖啡農會一天都是賺多0.04美元 即是對於活在國際貧困展之下 每天只賺3.2美元的農出 只賺多1%的收入 多了這些錢 可以怎樣改善到他們的生活質素呢? 最後想問問有方同學 是否承認真的扶貧 重點是應該放在對象上呢? 多謝各位 好,4分12秒 好,接著是台上發問 對啦,台上發問 那就 現在首先有請 正方派出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 是否 正方派出一位辯元向反方主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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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清楚 好,準備好 可以開始 主席 主席評判,George各位大家好 有方說這些農民不知道什麼基本建設 所以這些社區發展金不會用到 但我方看到 根據社會心理學家 Maria Aguna 2008年的報告指出 尼加拉瓜的咖啡農民 用社區發展金 起學校 導致公平貿易咖啡農民家庭當中 小朋友達到中學教育水平的比率 高達8成4 比母參與約5成3高 你說到那些人完全不懂經驗 完全不懂 怎麼用那些社區發展金的時候 這個數據你怎麼解釋呢 其次就是 有方不斷提到有認證費等等的費用 來農民不可以增加收入 但我方看到格林威治大學 2016年的數據指出 在坦桑尼亞公平貿易咖啡的收入 扣除你所說的認證費 社會發展金等等 仍然比普通農民高1.2倍的時候 我方見到公平貿易咖啡農民數量 亦都不跌反昇 由2012年到58萬 後2020年到84萬 多4成5 你說到你沒有增加收入 現在越來越多農民參加 多謝各位 剛剛好一分鐘 一分鐘時間法方準備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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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派遍員回答 試咪試咪 好,清楚的,可以開始 好了,有一群同學今天跟我說了一些社區檢節的問題 就說他提出了八成三的小朋友有書讀 但是看回這個數目,這些設施是怎樣的呢 原來不是公平貿易組織去直接去做這件事 是他去再問一些合作者和再叫一些農場去做的 結果是怎樣呢? 就會只剩下三成的合作者和農場 是懂得去用這筆錢 剩下的七成,原來他們根本就沒有這個知識 或者是等等不同的因素影響了 然後就沒辦法可以利用到這筆錢了 難道這些都是有方同學所說的有效嗎? 其次,有方同學就再質問在公平貿易的成本上面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原來有方同學 根本就沒有認清架構複雜的這個流動 原來這筆錢經過完組織 拿完錢之後,農場和合作者又要再拿錢 到最後了,每一天剩下的錢就剩下 在台上發文之後,我們又回到一副的環節了 現在首先有請正方第一副面 不好意思主席,我們發… 是的,對不起, Maker,稍微分享 好,先放到台上發文 是反方台上發文 好,不好意思,反方台上便宜發文 好,你有一分鐘時間 有分學學今天就說 每一磅的價錢會抽取0.2美元 去做社會基建 但我們有分學學有沒有說 這0.2元的社會基建 會被哪一個組織落實這些所謂基建 其次,有方同學今天提到 八成四的農民和兒童會有集一個受教育的機會 但我們根據研究 公平貿易對於教育有負面影響 令更多受教育的兒童 最後都要做咖啡農夫 想問有方同學 你所謂的客戶符 是否令更多的咖啡農夫的兒子 去做咖啡農夫呢? 謝謝 好,一分鐘準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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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准备时间结束 请食卖和同学回答 请食卖和同学回答 好,听到的 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贫困在座 各位大家好 好,有方就问 农夫呢 农夫会不会继续去做 去做 之后的农夫呢 会不会继续去做 但是呢,某方答你不是的 因为呢,做了农夫之后 就可以向上流动 接着 有方呢,另外呢,又问到 合作社 合作社呢,只有0.2美元呢 就 农民就可以收到0.2美元 去 收到0.2美元 但是我方告诉你 第三方 公平鸣的咖啡 是有第三方的 第三方的机构去监管 监管资金的来源的 所以 所以有方所说的东西呢 是不会出现的 多谢个爱 好 没有超时 16秒 那接着呢 真的是了 回到正方一副的环节 请正方一副 出来准备 你会有3分钟时间 去到2分半 去到2分半钟 我会叮一响 和举起一只手指 我会想找到 许多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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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3分鐘時間,現在可以開始 正式經營的時候,正式就是家庭可以獲得公平貿易基金所批給你的錢,獲得這個利益 甚至就是,其實你暗瓦底的邏輯就是覺得現在的咖啡覆蓋率低 但是你不只是要看現在幫到多少,你只是看趨勢的時候 公平貿易基金的數據,公平貿易咖啡的農民數目 由一年五十八萬升到二年八十四萬,升了四成五的時候 你同不同意,趨勢上已經越來越多農民加入了公平貿易咖啡 覆蓋率已經越來越大,再看你論點二 有一方論點二提到成本,他說要給三千元美金的認證費很貴 那些農民的成本升高了,所以十度會減少了,但先慢著 跟你說,格林威士大學二年一六億的數據都指出 在坦桑尼亞,公平貿易咖啡的農民混合你所謂的認證費 都依然比普通農民的收入高1.2倍的時候 深一點就是,如果他們給不到認證費的時候 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會提供七成五的經濟援助 所以已經減少了支出的時候 反而是你要論證給我聽,這些認證費這麼貴的話 為什麼人數上又增加了這麼多呢? 其次的就是,有方同一個論點又說 那些人不知道這些錢放在哪裡 但我想說的是,你說不夠透明,但我想說的是 原來現在國際公平貿易標籤組織 在19年已經修訂了一個規例 它要求所有公平貿易咖啡的農民 都有一個第三方機構來監測這個社區發展金的用途的時候 就能解決到你所說透明的不透明的問題 所以甚至就是,今天有方同學對待這個社區發展基金所帶來的利益處是絕口不提的 而且在說有更高的教育機會,教育水平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好地管理,它的知識水平提高了 就可以更好地管理這班社區發展金 那麼,在第三點看準得,有方同學說 這個公平貿易的咖啡只是一次性地付錢 但我想說,這是一個持續性的方案 因為低過1.4的時候,我就把你保護到1.4 甚至的那0.2元都是額外加上0.2美元 所以解決到你的問題 所以更何況的就是,原來現在跟你說 最低的公司都是設立一條保濟性 穩定你的家人,人工,失業救濟金 同樣都是一個保持將線 確保你失業之後,仍然有錢穩定你的收入的時候 已經符合聯合國設立最低保障機制的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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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好,是清楚的 準備好,可以開始 可以 各位,大家好 我聽聞到公平貿易的時候會想到的三大問題 第一,公平貿易是否真的可以申請到 假設公平貿易的申請門檻已經將你這樣的貧農隔除開去 首先我方主編所說的農夫一定要組成合作者或者加入組織 才可以申請公平貿易,無關土地大小的事情 但是作為貧農是否真的有這種知識水平和組織能力去符合申請要求呢 而有方同學呢 第二就是,今天公平貿易的申請門檻已經將你這樣的貧農隔除開去的時候 今天最有需要的人公平貿易根本針對不到 第二,我的收入是否可以去到多高 今天有方同學就指出公平貿易其實可以提高咖啡農接近三成的收入 但是有方同學今天的資料很片面的 第一,去統計方式究竟是幫助全世界還是單一地區的咖啡農 第二,咖啡農的數量根本就不清楚 因此不能夠直接證明公平貿易是有效扶貧 就像今天我一個老師幫助一個人提高30%的成績 兩樣東西都是幫助學生提高30%的成績 但是成效都完全不同 所以今天公平貿易自己都說了 每一個受惠農夫僅僅每日只可以賺多0.04美元 僅僅多了一個巴仙的收入 而每年只不過是多了四天的花紅 只能夠去一個美國的星巴克買到兩杯泡沫咖啡 所以今天都難怪台灣的綠色鎮接協會 英華是加州州立大學的經濟學家都反對公平貿易 提倡是要將權利放在農民手中 令消費者的金額可以保證到農民身上 請問這筆0.04美元的微博收入 又可以如何令到他們自力更新呢 第三,我的未來生活是否真的可以過得好 好了,就算今天利潤的微乎其微不要緊 有方同學今天就說了 這個公平貿易是可以提升到一些社區的基本設施 但是方式就是要求咖啡農合作者 去將這些抽取2美元貢獻給社會 但原來今天有七成的組織 都是沒有將這些錢撥入社會發展基金 而又如何監測 有方同學今天就說有監測 但是為什麼今天總會有七成的人 是完全沒有將這些錢撥入社會基金的呢? 而這些設施只可以令到其餘的三成的人 就是有捐錢的人去受惠 而這些設施又是集中在什麼地區 是否全部都是集中了相對富裕的國家 而不是貧困的國家 又如何幫助到這些貧困 又如何升得上有何負貧 所以今天公平貿易根本就是無效負貧 多謝大家 3分06秒 接著進入到正方第二負面的環節 請正方第二負面書記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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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了少少,可能你再来一下,是否那个麦克力要高一点? 现在这样清不清楚,主席? 好了,清楚过刚才,再说一次稳定点。 完整句子说一句。 主席,现在听得清不清楚? 好,非常清楚,OK。 可以。 主席,评判作作,各位,大家好。 到了以赴这个位置,也是时候归纳一下双方的认同和分歧。 今天双方认同公平物业有帮助到一小撮的人, 但是双方的不少分歧,例如有帮助代不代表扶贫, 以及到底何者数据是正确? 今天有方同学就质疑我们数据的真确性。 其实因为数据一头无髓的,也包括我方同学, 在公平贸易咖啡农夫,但是公平贸易所受益的农夫只有150万人。 全世界44%的贫困咖啡农出自非洲, 但是公平贸易帮助生产最多咖啡豆的, 在较为富裕的南美洲。 非洲连10%的分红都没有。 每个个案咖啡说抽0.2美元给雇主做基建, 但又不要求他们做吗? 如果有方同学说到这么多监督, 那为什么现在时据只有28%的公平贸易咖啡豆 在公平贸易市场出现呢? 结果这些所谓的基建金, 就拿了给一些大型农庄的雇主去做基建, 只剩下的60%的独立农夫, 根本不知道这0.2美元的基建费存在。 有方同学不断说, 这一个最低的收入就是农夫登定的收入, 但是他们忘记做的是拆这个数据。 他们忘记扣除公平贸易监管下, 要用有机肥料环保种植的手段所增加的成本。 正如有我方所说, 公平贸易只能帮助四分一的贫困咖啡农, 每天真正增加了多少收入呢? 是0.04美元, 代表他们脱离每天3.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狠了百分之一。 不知道有方同学认为这个数字有多大呢? 问一问有方同学, 如果接下来的发问环节多了0.75秒, 是不是有效增加了双方的发言内容呢? 有方同学, 请你判断你所谓的厄外收益可以改变到什么? 每天多了0.04美元, 即是你每天去厕所多了4架厕纸, 那有方同学是否认为4架厕纸足以扶贫呢? 有方同学, 今天很理想化, 因为公平贸易的存在, 可以让问题都会跌跌解决, 但是公平贸易组织的性质不是脱贫, 只是让他们得到一个所谓更公平的收入, 其实就算价格公平, 价格公平, 价格公平收入已经坚低, 公平贸易组织在有两成咖啡, 不支持你另外的方法脱贫, 正因如此, 我方才会提出一个反方案, 是用直战某东西, 令他们收入更多。 问有方同学一个问题, 一个朋友还有一口咖啡, 是因为尝试脱贫而中, 而是因为没有选择而中呢? 谢谢各位。 好, 3分13秒。 好, 接着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来看看断冰相接。 首先由姓马可的台下同学, 请你作出第一次的发问。 请问我会听得清楚。 好, 是听得清楚的。 那你有1分钟时间, 去到40秒的时候, 我会举起一只手指示意, 去到1分钟, 就会正式叮叮, 我会阻止你的发言。 好, 可以开始。 最后各位, 大家好, 又封到有效副业标准就是, 单纯设有最低保障, 不够, 要有一种方式, 长远地持局发展。 你主要以向老宿者派发一次剩1万元作类比, 但这种情况, 基本不是最低保障, 最低保障应该是, 例如成立每月向老宿者的收入要有1万元, 若然不够, 政府就要补贴, 所以你的类比不是最低保障, 认证不到最低保障无效扶行, 所以联合国2013年开始做发展议程中, 都清楚列明, 在第一点二项, 都有清楚列明, 有效扶行应该是, 在经济上有一个最低保障的条例, 最低保障有做到, 所以, 今天我做到, 所以有效扶行, 其次, 公平贸易咖啡, 公平贸易咖啡可以有效提升到咖啡的品质, 也有效可以, 所以在加林威治大学2016年, 只会接受到咖啡 chick ARASENahu fest Hands on the bell 跟Cak training teaching 뉴에 Mets in its background 菜式正式正式ойд断ado 好, 请反方1分钟預備 列明, 防防空胱� Wick五花 cord 給香港人 عليه помощー 信任二十一万极 為 Amy churches 如何有考慮得休息 filled the results abstフォ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好,清楚的 你现在有1分钟时间,开始 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问题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错误理解我们的主事 我们没有认同最低保障金就是等于有了负贫 我们是至少需要农民接近国际贫穷线 每天3.2美元的收入 才属于脱贫 而有方同学今天质疑我们的比喻 但问题是我们这个比喻其实很贴切的 每天0.04美元的收入 如果将它乘1年365日再乘回港币 刚刚是112元 所以有方同学说的可持续发展 原来就是每年给它100元 这个是否可持续发展呢 好,42秒 不好意思,刚才我学校有点突然 临时宣布 但是在计时上没有影响的 好,接着来轮到反方 是的,应该是反方发文 请反方台下 开Camp开麦 是 试咪试咪试咪 请听得清不清楚 大声点点好点 我是听到的 不过我好像有些没有 刚才同学那样大声 试咪试咪试咪 请听得清不清楚 好,现在好好了 好,那你有1分钟时间 可以开始 所以 各位,大家好 其实今天有高度跟你说 现时在坦塞丹尼亚的农夫 透过这个公平贸易 而令到他们的收入是升了1.2%的 而学校等的社区主持 也都8.3%的农民小孩 是受到这个教育的 其实我方是不反对的 但是公平贸组呢 其实自己也有说 现时有550万的农夫收入 是低于贫穷线的 同时也只有400万人 是受不到帮助的 更加有7成的合作者 是没有投资到去 这些的社区设施 所以最后想问一下 有方同学 是否承认扶贫是需要广告 去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如果承认的 请有方论据下 公平贸易是怎么帮助到 这400万未受到帮助的人 多谢各位 好 剩下一分钟 准备 谢谢大家 好 够重 请正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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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始 正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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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正方回答 正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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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正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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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正方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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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两边都用了很多心力去争论 对于一个评判来说,其实很难去判断哪一边一定是你赢我赢 这就是纯粹供应用的评判 你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判断评判 如果评判不会上网炒 你拼拼拼拼 但今天也不是说哪一边专专用错或者用假 或者看错的资料 可能网上的资料是真正的 或者大家其实都在用不同资料 资料本身的资料 或者是因为有些演绎的方法令两个很丰盲不相及 或者差很远的资料 例如今天一边经常说1.2倍增加收入 另一边就是这样说每天只有0.04美元 这些可能是两个都对 所以这些是教育表现 我不认为今场比赛的胜负是分成这个 第二个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觉得今场比赛 我不知道是特意编排 还是特意编排 我觉得两边的义库 好像是说了一些新的东西 而这些新的东西 其实对大家的立场应该有效 但因为义库才说出来 所以论述去解释 这个空间和时间是少了很多 而令到输赤了 例如正方在义库 但这个可能是反驳 正方在义库的时候说 其实他们是足够扶贫的 因为他们是足够吃的 买的那些 给他们的钱买到的食物是足够营养的 另外也提出了一个在校场追得多的 就是对面说七成的合作社 是没有把钱放进社会建设的数据 究竟是在19年前或19年之后 这是在这里提出的 虽然我同意 我觉得这个是 出来一问就OK 但是 继续问下去 对面也没有什么好反应 对于这方面 所以你们是很幸运的 你们看出问题都没有答到 而反方也是 反方在义库 尤其是义库 在义库的后半部 提出了几个概念 第一是 他说 因为我认识 可能我认识 第二个概念就是 其实 这些公平贸易的组织 要求农夫去做的时候 他会要求农夫有附加条件 例如要他们用有机肥料 一些环保的种植等等 这些其实是会提升农夫的成本 这个是反方已故有提过的 他说 这些我就不明白了 他说 其实公平贸易这个制度 是会限制了农夫的就业 这是反方很想说的 就是说 这些农夫不是想做农夫的 不是想耕死一世田的 这些去到反方国义库的问题 和结变的时候 就再说得多些 就是说 你拼死去做农夫 咖啡农夫的话 这个反而是限制了他的发展 令到他更加贫穷 或者是人生没移过多元的发展 这个也是在反方二库提一提 其实他之前回答那条 就是署面之后的问题 提一提之后 二库又再提议 然后结变再说 但是究竟为什么公平咖啡制度 为什么有这些东西 令到他一定要限制做农夫呢? 意思是说是否给了他 他就做这行业 而不做其他呢? 这个我听不到太多反方 尝试去讨论这个点 令到我对这个点的理解 是有少少的 可能是不清楚 甚至是不解 那一会我会说说我对这个点的看法 然后呢? 其他很多都是数字 那些我不说了 再说说我对今场三个战场 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今场很多战场 我不会够时间说 所以我对三个战场的看法 也是一些逻辑上的要理 也透露了我觉得 在这三个战场里 我会觉得我的票 或者我的立场会比较 但是呢? 反方有一个立场 就是说你没有帮到最贫穷的国家 或者地区 他说呢? 其实大部分的贫穷的农民 是在东非或者非洲 但是公平民主要帮到的东西 其实是在拉丁女州 而非洲只是占了一成 大概是这样 可能是在数字上的问题 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 我不觉得这个说法太可信心 反方的说法就是 你一定要把最贫穷的program 用在最贫穷最有需要的人上 才叫做有状态 我就心想 我的比喻就是 如果我是一个在香港做扶贫的NGO 我选择了在官塘区 然后反方就走过来跟我说 喂!你有没有搞错啊? 你都不是扶贫的 天水为之是最穷 你为什么不去呢? 那我就觉得 第一,官塘是不是不穷? 你不是说那些公平米咖啡 去搬帮了纽约的人 你是说拉丁美洲 我的理解都很穷 可能没有非洲那么穷 但是也是很穷 你没有感觉是什么? 我不是帮最穷的一班 但是我也是帮一些穷人 我不知道佛塞 这个正方都没有说 但是for some reasons 我用刚才官塘区天水为的比喻 官塘区天水为的比喻 我没有说香港最穷的秘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我这样被你骂 我觉得我有点无辜 我去官塘 官塘也有很多基层的小朋友 我start by service 官塘也不是一件 你是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做到 好像说我帮半生区最富裕的班人 我就觉得我有很强的感觉 因为反方太强 越讲越讲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有这样 这个论述对我来说 不是太确定 我不会给很多分 在这个位置 第二个战场就是教育 我记得我说了什么 就是正方在义库上 他开拨了一样东西 我觉得是 对正方是挺有利的 但是义库才说得白一点 其实公平贸易咖啡这个program 它的好处 不仅是可以利用公平贸易的农民 他给了合作社 在所谓的社区设施的学校 其实是给了整个社区 所以就算你不是公平咖啡的农民 甚至你不是农民 但是你在那个山区那里 理论上都可以受益到 因为公平贸易咖啡 给钱的学校 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这个图在头一两个位置 不是那么出的 去到义库就很出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 那似乎是一个可以说得挺好 和对正方有帮助 当然反方说 不是的 你只有三成 人有三成合作社 有这样做 一七成都没有做 然后就下来 三成定七成 有没有第三方的 third party orders 然后那些后只能说 那些数据 然后那些数据 然后当年搞成了一旦 第二天 然后那些数据 然后那些数据 很闷 我自己就觉得 我又不会给你太多分浪症,因为你也不会辞出 虽然之后去到台湾发明时,有点捉到反方 最初说可以帮到農民,现在有承认可以帮到非农民 这就是一件事 我认为教育有点差异,如果出得比较迟 反方有个论述,这是你讨答第一条主辩问题后台湾发明 他说公平贸易对教育是有影响的 因为那些人会做来做去都是咖啡的农夫 这个我说出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做咖啡农夫有什么问题 我不是太过觉得反方如果要讲到论程式或现实 令到那些农夫继续一生做农夫 他的儿子也是农夫,他的孙儿也是农夫 就很惨了,反方有这样的想法 尤其是在影片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就觉得你未到这些地方去讲这个 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做农夫不是太大问题 即是做一个贫通线以上,如果我是贫通线以上,我是有相应的社区设施 那我做农夫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不是太明白为什么反方要这样说,为什么反方要说到农夫这么折磨 第一个位置,我开始明白,想说那些事情好一点 但你之前介绍那些东西,你突然间跟我说他做农夫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是觉得,为什么你们会这样说 最后一个逃势,就是我最后一个战场 究竟能帮到一点是否叫做帮 这个也是反方要说的,其实你不能够避免很多农夫 全球有850万个贫穷农夫,其实你够避免150万个 然后你讲了很多0.04的美金,相等于你每一年给100元给一个客业 如果回到香港,大概有这样的,讲了很多很多很多 我觉得反方用力去说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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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有些 struggle,这位置是正方还是反方 我会觉得赢这个战场 但我想提出这条变题有个能子 我相信赛会出这条变题 赛会是谁,大家都知道 有能子还是没有能子 我认为他应该想得很头痛 不同的 我认为这条变题 我认为这条变题是给了空间 给政方去说他很想说的 就是说我一定要看趋势 我不是看现况 我可以说未来的 你这个设计,我不理 其实这个设计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不知道是1998 1998年 我没有说到 不是一些很长时间 可能是20-30年 而近了10年 正方是有数据 但告诉我,参加的农夫是多的 是升的 所以正方实际上的趋势 是会帮到人 而且越来越帮得更加多人 由于是这样的时候 所以我觉得双方在这个论述里面 可以利用多些条变题的字眼 去告诉评判或说服听 今天条变题应该是怎样说 还有他那方是更加有数据 还有很多东西说 我相信是今场比赛 但我想我朋友先说这么多 看看正方的评划有什么 好,谢谢谭先生 好,最后我们有掌江洛林先生 谢谢 大家好,我轮轮分享一下 因为前面两位前辈都说了很多 不如就由正方各自去说 我会觉得正方今天都有多少我欣赏的地方 譬如说他有解释到公平内咖啡的机制 上场我完全都不太听到 今场就会听到 其实正方有说到我这个机制的缘起在哪里 接着手法是怎样 最后就得出一个结果 就是可能配合到你今天的标准 我是欣赏这个铺牌的 而他的标准都相当清晰 就是用了联合国的SDG 就会有一个感觉 主便铺牌得好 一副就好像已经完成了一个论证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于评判来说是不错的 至少对我来说 另外正方的资料上面都相对我会觉得是很充足 就是他有说到不同的受惠例子 就是我最初见到你们申报外语的时候 就觉得哇那么多外语 但是谁知道结果最后出来的效果是好的 就是不会是说一堆外语 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而是可能每一个外语你们用的时候 都有展述外语的资料究竟是做了什么 我会觉得是欣赏的 另外我想说一下台下 我觉得台下两条都值得欣赏的 第一条不是欣赏的 就是参考 第一条可能就没有问到那条问题 就是会令到评判很难去给予分 这个是大家都要留意的 就是当你如果前面摸牌太多 因为其实都听得出你还有其次 就是证明你还有些东西想说 但是就说不了 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可能就避免失色了一点 但是另一条我会觉得 就是我个人就会特别欣赏 是因为它好像排球那样 有做到接球 承托和杀球 就是那条台下呢 有做到首先承接对方的论点 然后就有巩固自己的论点 最后也有针对着对面 而去作出一个答 就是问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两条台下都有值得参考的地方 最后有一点正方的想法 就是我会觉得 既然有些事情 有时有些博论 在用资料的层面去博论 就是我都会同意 之前评判所说的 其实用资料去博论 是最好的 我会觉得 但是既然用资料博论 之后譬如 譬如意赴或者 结变或者台下 就不妨用逻辑去推进 譬如说 你说的趋势是正在升的 可能公平贸易参加者的数量 是越来越多 那其实是否会代表 机制有效呢 就是其实你暗压底 都是想说 其实公平贸易的这个机制 是帮到那些农夫的 所以你才会说 他的参加者不断在升 但是我觉得 预期是这样问对方 那为什么还继续升呢 那倒不如说一下 一些公平贸易的好处 其实会不会是因为 很多公司都因为 企业责任 想参加这个公平贸易的这个做法 或者是公平贸易 本身会不会有一些品牌效应 去吸引更多人 去帮助这帮窮人呢 就是会觉得可以 从不同的方向去再推进 那另一个就是 中间就有说到 可能有第三方的监管 那但是我就会想 其实如果2019年才加入第三方的监管 是不是其实证明 他过往30年都还有不足的地方呢 那如果是的话 那反方就会有一个攻击的位置 哦原来就是因为之前做得不好嘛 那所以现在呢 就算亡阳保勞呢 之前都已经 这个问题已经在到30年了 那这样呢 那定是 其实好像正方所说 其实他加入了这个audit的原因 只不过是一个improvement 就是纯粹是令到整个公平贸易更加好 而这个audit也有成效的 可以令到呢 确保到那些 就是社区发展金 或者其他的受助的金 就是钱呢 可以落到去一帮农民的身上 就是会觉得第三方监管 有好也都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两边都可以参考一下 那之后呢 我就觉得 就去到反方了 那我觉得反方呢 一开始都有指出到一个机制不足的地方 就是上场都没有的 就是我会觉得 我明白了 原来这个机制可能在申请的时候呢 是有很多的关卡要过的 而这个标准也都相对地清晰的 就是要帮助一帮最有需要的人 但是都跟刚才的评判所说 就是其实 如果没有帮到最有需要的人 是不是就是没有效的扶贫呢 我又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问号 又或者更加重要的在场上 就是究竟对方同意你这个标准呢 就是我觉得 我会觉得 与其是台上发问第一条的问题 是问一些 就是问一些可能 资料上的东西 那倒不如问一下 其实你同不同意我这个 我设计的这个标准 因为 其实今天正方都拿出了 一个联合国的标准出来 跟你说 原来有做到的事情 可能已经是代表有效的 但是其实 你们的立场 未必是代表有做到的事情 就是帮到他的 或者设立了一条 最低的保障线就是帮到他 其实你们的立场 应该是 就是根据标准就是 就是帮助一帮最有需要的人 就是先帮助他 那所以我会觉得 台上发问到 不如可以试一下 就是清理这些 立场或者标准上的分歧 先去说一些资料上的细节 那再下去就是资料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资料上面 有少少我解决 就是可能我自己 都不是很明白的想法 就是就是 比如说是说 那个840万个注册的农夫 但是就只有150万个农夫受惠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资料 那如果他注册了 其实是不是就代表 他在这个制度里面 那是不是就代表帮助到他呢 那可能或者 在你的角度 是未必是帮助到他 因为他不是最有需要 那但是其实 在正方的角度 就是当他定立了这个制度之后 他在制度里面 就代表是帮助到他 所以我觉得分级 其实最主要是在这里 那再下去呢 我就觉得其实台下 都相当清楚的 尤其是第一条 就问人家 其实你是否承认我们的标准 但是就跟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如果是在台下才出 那倒不如在台上发问 已经问他这些这么关键的问题 就是其实你这样觉得 我们这个标准是 你们同不同意价 如果同意的话又怎么怎么怎么 我会觉得台下呢 都相当之清楚 说都给台上 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的 听自己想怎么 所以我觉得台下呢 都是相当之欣赏的 那再下去呢 就是去到论点那里 我觉得其实今天反方的论点 都相当清晰了 就是说过针对性和成本效益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资料上呢 就可以准备得更加充足 就是譬如说是成本效益那里呢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 斟着在他的制度上面 那0.04美元 那对于我来说呢 是有少少 就是听了很多次 都是那个数字的时候呢 就会 如果我本身不明白的话 就会更加不明白 我会觉得是这样的 那反而最后有一点想说的呢 就是其实今天反方的愿景呢 就是在我心目中的愿景 有少少奇怪 就是他举出了很多不同的论述 就是譬如说是他有反方方案 有直接贸易 那之后就未必有承接到 然后就说 其实呢 如果是穷的话 如果打完工 就是聚完农夫之后 可能连买咖啡都买不到 但我还会想 原来如果我真正贫穷了 我是不是还要去 去Starbucks买咖啡 我觉得 就是未必是 就是买咖啡未必是一个 真正贫穷的人需要的东西 那又或者是 他就一开始就会觉得 哦 就是有些儿子 可能会更加 都是做回农夫的 就是跟刚才各位评论讲的一样 就是我觉得这些是 可能一句激怒了所有农夫 就是 就是做农夫 我不觉得是 就是如果他本身是在落后国家 那跟着他做农夫 跟着现在有这个公平博弈的机制 跟着他可能多了很多社区建设 那他可能他日 无论他是做农夫 还是做其他职业都好 那就是无法贵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可以再相夸 但是去到最后 我就再听到 我原来他下一代 是可能要转去一些更高的行业 那我就觉得 这个是不是已经涉及到 可能整个国家的经济 那是不是 或者 都是回到那里就是 其实做农夫 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帮助到 去解决到一些日常的需要呢 而这个问题 可能在正方已经回答了 譬如说 原来现在有些农夫 已经是能量充足的 或者是应付到基本需要的时候 那我是不是真的有个需要 去转去更高的行业呢 那最后就是 都是同样的问题 就是 你说到一些 社区建设金 可能是出自农民的汗水的 那为什么不可以是为了下一代 尤其是当现在这些社区基金 已经有正方所说的第三方监管 或者其他的控制的时候 那为什么这些建设金 当它是用来建学校的时候 不可以是为了下一代 而下一代到底将来会是怎么样 都是一个未知之数的时候 那这个玄境我会觉得是有少少奇怪 我的分享就是 好 谢谢 谢谢三位评判 是一场精彩的辩论比赛 你留下双方的实际资料 准备都很充足 我都是要有个胜负了 胜负 今天的这个票数 都是3比0 最佳辩论员是正方第一负面 是 红晓俊 是 恭喜